反對觀山鍋傑 反對炒作土地 要求社會住宅 安置援建戶 這個地方的坡度 那個坡度 現在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坡度的確是非常的大 這個地方的確是一個坡度很大的地方 所以 以這麼不能夠蓋房子的坡度 那麼來參與這個都庚 來圈其他人的地 的確是一個非常不恰當的 因為這個坡度到現在來看 這個都不能蓋房子 坡度應該都是超過45坡度的 在現場實際感受到 那麼一個財團可以用 這麼高坡度的山坡地 來圈政府的大面積的眷村 來圈民間的土地 那麼這是一個嚴重的不正義 嚴重的觀山鍋傑 那麼我們看到國有地 竟然被財團來炒作 國安部財政部都是一個 嚴重的違法失職 我們認為這個案子 在內府交通阻塞 嚴重的缺乏社會住宅的時候 那麼科市府把它准了 而且準備強拆 這個都是違反 那麼科市府對社會住宅的承諾 對社會住宅的承諾 那我們也在這裡呼籲 那麼幾位參選人 包括民進黨的陳時中 包括國民黨的蔣萬安 包括這個黃珊珊 那麼應該要就這個案子 要就這個案子 違法官商鍋傑 要做出回應 要做出回應 要改變政策 我們希望他們就這個案子做出回應 安置眷戶社會住宅 安置眷戶社會住宅 國家竟然可以把這麼完整方正的 原來是安置這些事官 眷戶的這樣的一個 其實也算是一個國民住宅的一個方式 結果變成來炒地皮 所以說呢 基本上是一個開時代的倒車 那我們認為呢 應該像他們國安六村 還有這個被破千的松基 被破千的松基 包括太松他們 包括這個劉大哥他們 都是在松基被破千的 應該這些人 是應該都要受到安置照顧的 結果這些國有地是拿來讓財團炒地皮 然後呢 讓這些在內湖上班的年輕人 必須要每一天開車塞車 所以內湖的塞車的問題呢 這個炒地皮 給財團炒地皮 然後不給這些年輕人的社會住宅 也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方向 所以我們今天站在這個愛四四村 愛四四村的眷村這個地方 看到國安部把這個地拿來 作為財團炒作之用 我們要嚴正的抗議